有民眾在日系服飾網站下訂單 其中有滿2000贈送購物袋贈品的活動 沒想到事後退款卻因為贈品引發消費者不滿 線上下單送的就是這個灰色購物袋 當時胡先生在官網上訂了一件外套和毛衣 因為有達到2000元的門檻 因此出貨時有附贈這個袋子 只是胡先生後來要退貨其中一件商品 沒有將贈品寄回 直到一個禮拜後都沒收到退款 詢問業者才說退貨未完成 要求自行負擔運費寄回贈品 衣服給我的時候我也沒注意到有什麼贈品 因為他那個贈品只是一個小小的購物袋 可是覺得他不主動通知這個程序很糟糕 我不打去他的客服的話 他是不要退款給我嗎 胡先生檢查app訂單上 沒有寫任何關於贈品的字樣 才不知道原來自己有收到 直到遲遲沒收到退款 回頭看才驚覺原來就是卡在贈品 認為業者都沒盡到告知義務 賣兩千才可以拿到這個贈品的話 那的確雙方之間的約定就是要退回 不應該讓消費者這邊就是 還要自己主動的去追蹤這個商品 那我們會覺得說 常常這邊行在整個退貨的程序上面 似乎還要可以改善的空間 消保官表示滿額裡確實一旦未達標 贈品理應退還 但若是來店裡或者是會員裡 只要購買就贈送則無強制要求 對此業者回應在網路購物 明細背面及官方網站都有說明 退貨未達滿額金額 需將贈品一併退回 未來也將持續加強宣導 避免類似事件再上演 推本新聞李恩智舟宣台北報導